美国客户的话 他就反映我们中国的传统笼 包括他们用的玻璃缸笼笼 比较认可比较满意 他们都是发邮件的 邮件里面他就说 中国设的东西 我还有故的 在湖南密罗屈子辞镇 龙中王龙中厂负责人邓高虎 正向记者分享收到的来自美国的好评 他介绍 2022年龙中厂街道的出口订单只有20条 但今年出口订单量实现翻番 出口销售额占比从过去的10% 增加到了20%至30% 出口国家在新加坡 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基础上 还新增了欧美国家 据了解 为满足国际市场需求 密罗出口龙中主要使用玻璃缸复合材料 较传统木制龙中更为轻便 亦保养 单条龙周需8-10名工人耗时两天制作 售价在3000-5000美元间不等 密罗市九子龙去源龙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许明南告诉记者 海外客户除了华侯华人 还有各龙周俱乐部和学校 因此他们会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基础上 制作符合海外需求的龙周 出口的产品基本上也还是以龙头龙尾 龙身方面的话 主要是咱们国内的就是烹会礼品片嘛 国外有一些客户的话 他们可能就是说还是觉得不太适合他们 他们会做一些logo啊 做一些文字在上面呢 密罗市龙周协会法定代表人 李建军接受采访时表示 如今龙周已成为一项国际性体育比赛项目 世界各地龙周赛事的盛行 是今年密罗龙周一周难求的原因之一 现在那个像龙周赛的市井赛 世界杯那个不单止就是那个法院法桥用呢 那现在都是全个每个国家都是国家队的在用 毕竟还密罗还是全世界公认的那个龙周发现力嘛 所以这个对于密罗的那个龙周 他们还是很信用的 李建军认为海外龙周市场前景广阔 密罗龙周仍处于起步阶段 目前他们主要通过国内外贸公司接触国际市场 希望今后能加深与老客户和国际体育公司的合作 拓宽销路 擦亮密罗端午元头龙周固里的品牌名片 电视频 Aberta h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